各位下載那個範例,151這一題 那主要是在B欄裡面,把A欄裡面的刮弧 只要有刮,若沒刮弧那空下來 如果有刮弧,那就把刮弧裡面的東西把它搬到B欄 複製到B欄裡面,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完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如果用那個 用裡面的函數,剛剛有提示了,總共會有三個 那第一個呢,當然你可以用找的,找什麼呢? 當然邏輯可以推敲,第一個,你可以先找前刮弧的位置 這個前刮弧位置找到之後 那實際上我要的資料在前刮弧的下一個 那再找後刮弧 然後再把這個後刮弧的位置,剪掉前刮弧的位置 會多一,再把它剪掉一個 剩下來就是我們要的中間的東西 但是它有可能,因為它找不到 就是裡面fine的這個函數,如果找不到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有一個錯誤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們要找的話 我們乾脆練習的話,可以從第三列這邊 因為這邊有,這個沒有,我們乾脆用第三列這邊練習 那首先第一個,你可以在文字裡面找到那個fine函數 這個函數 那除了這個fine函數之外 那你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叫search函數 search這個 那其實fine跟search最大的差別 是那個什麼呢 大小寫 有沒有fine的話呢,有區分大小寫 那社群的話沒有區分大小寫 不過這一題其實用兩個都沒什麼差 我們用fine好了 ok 第一個的話fine什麼 你要fine什麼東西 你要找什麼呢 找錢刮弧 所以你就輸入一個錢刮弧給它 那不過你離開它好像會自動幫你加錢或雙以後 ok,好,錢刮弧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這次全形還半型 可能要注意 不過等,先找 再來的話 找這個裡面的東西,有沒有 有 那我是用半型的 那可見這個是半型的刮弧 找到位置是第三 它告訴你說 一二三 第三個就是那個錢刮弧的位置 好,那我找到錢刮弧的位置了 當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有刮弧 有錢刮弧 它會出現 如果沒有錢刮弧的話 它會出現的是一個那個value的錯誤 也就是它找不到 找不到它不會告訴你找不到 它會告訴你 這個一個緊value的一個錯誤訊息 所以前面這個也是一樣 那後刮弧怎麼找呢 其實可以利用差不多方法 這邊把它改成後刮弧 記得用半型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半型 下下填滿 你會發現嗎 如果這個裡面沒有後刮弧 一樣會是value錯誤 那再來我要怎麼樣 把刮弧裡面的字串抓出來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 我們直接用這個好了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做 md函數 這個md函數 基本上呢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字串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說 你star number 從第幾個字 那我可以從第三 這個位置的第三 因為前刮弧 但是我不是要從 要抓那個前刮弧 所以要必須要加1 就是前刮弧的位置 再幫我向下一個 後面那一個 不然的話你刮弧會抓到 那number choice是什麼 把後刮弧的位置 剪掉前刮弧的位置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最後要剪1 為什麼要剪1 你可以看 它有一個預覽的一個 這個這個 結果給你看到 你會發現會多一個 多一個後刮弧 意思是說 這個總共要抓幾個的意思 那抓幾個 因為剪完之後呢 多一個 所以怎麼辦 你把這個地方給它剪1 剪1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你要的 當然你如果向下填滿 如果有資料 它一樣會幫你把它抓出來 但是如果沒資料 還是會Value錯誤 所以這邊的話 都會出現Value錯誤 那這個Value錯誤怎麼辦 其實很 當然你如果說 要把它刪掉的話 你總不可能用 人工的方式去刪吧 所以你要怎麼辦呢 最後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插入函數 以後如果說你要過濾掉 這種Value 包含什麼 仅Value 仅N斜線A 或者REF 等很多的這種 只要是有錯誤的話 你要過濾掉的話 你可以用邏輯函數裡面的 ifl 這個ifl的話 你可以給Value 如果錯誤的話呢 變成什麼 沒有東西 有沒有 把這裡面變成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記得哦 這叫空置串 就是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OK哦 答案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如果有資料 一樣會把資料帶過來 如果有錯誤的話 所以它這個是過濾ifl有沒有 如果這裡面有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變成一個空的 那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我是分成四次完成 但是你想說 老師我工作上 可能沒有那麼多 這個欄位 我要這樣分哦 不允許 我可不可以一次做完 當然可以啊 你如果一次做完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先複製一下 然後 再來怎麼樣呢 你可以 假設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你可以 再分別哦 你當然你可以用什麼 用哪一個當當基準 也許這一個啦 比如說你可以 在這邊先把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但是貼到這邊來 你可以先插入一個文字 文字的話我沒有密的 OK 這邊的話用剛剛這個密的 假設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那哪一個一樣是這一個 star number一樣是這一個 這個的話是指錢瓜糊 你把它加一嘛 然後呢 再把這個後瓜 這個 找後瓜糊的位置 再剪掉 有沒有 錢瓜糊的位置 再把它剪一 OK 按一個確定 但是因為找不到嘛 所以最後記得再把它剪下來 這公司剪下來之後呢 在外面再包一個邏輯 ifl 把公司貼上 如果有錯誤變成沒有 按確定 基本上向下填滿 放開 做出來了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只是可能如果 現在做太 做太快 其實 道理很簡單 其實 只是把這個四個動作 變成一次性的啦 把你工作當然你可能會選擇前面的啦 不過如果你 你的功力還不夠的話啦 當然我建議你剛才先把後面 可以至少還是可以做出結果啦 你就把這幾欄怎麼樣 隱藏起來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隱藏起來嘛 然後放在那邊去嘛 也沒有人會知道啊對不對 反正 如果說當然你要 覺得追求完美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一次性的做完 其實 邏輯都一樣 但是 你就想說哇 這還是很麻煩耶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 旁邊有個VBA VBA是我自己加的 我把它複製過來 那後面VBA到底要做什麼 很簡單 讓你的工作變簡單 怎麼簡單吧 按按鈕應該會吧 按下去 完成 OK 按個清楚 或者一個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這個叫做刮骨字串函數 給一個東西 它會自動幫你 把東西帶過來 OK 這個應該更簡單吧 但是 最後是很簡單 但是做的過程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VBA程式鑽寫出來 你後面就變簡單了 只要看到刮骨 它就把刮骨裡面的東西 幫你把它抓出來 你只要會用這個函數就可以了 這個也許 我們分兩階段來看嘛 前面這個也許你先做 那如果你一下子沒辦法跟著上 沒有關係 其實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雲端白板 我們剛剛的這個 00這裡面 文字嘛 你們剛剛是下載那個151 這個對不對 它的上面有一個 這個藍色的檔案 你把它打開 答案就在這裡 我剛剛做的 包含就是說 裡面的公式 有沒有 這個都有啦 在這裡 這個也可以複製貼上 如果你現在做不出來 怎麼做都有錯的話 Ctrl C Ctrl V對不對 或者你跟你的程式比對一下 看你哪裡跟我的不一樣 你就知道錯在哪裡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當然這個部分主要是 讓各位了解有關比較進階的函數應用 當然這個 在工作裡面很多地方當然都也是差不多這樣做 只是說你可以讓它更簡化 所以等一下還有所謂的VBA 那跟剛剛的這個 一線函數 邏輯上都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它做一個轉變 怎麼轉 好